遇到生活中的煩惱 你怎麼辦 你家裡的小孩子被同學霸凌了 以小孩的名義去提告對方 然後把對方的父母也告進去 那你們要一起賠償我啊 基於父母看到自己的小孩被霸凌 也是一個很難過的事情 我也可以另外的跟這些對方的小孩 以及對方的父母 請求另外一筆賠償金 鎖定每週六日晚上的八點 淨天電視台播出的綠郵金 看電視學知識 律師的忠言讓你瘦又一生